这两天有空呢 给大家开了几场直播 就跟大家聊了聊天 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呀 国国赚钱什么的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呀 就是有一个 现在做房地产的一个网友 然后他就在讲 现在呢局面也比较难堪 原来之前的时候 做房产应该是中介吧 也卖新房 也卖二属房 之前的生业还算不错 最起码对他来说 是一个中产 然后新的出路呢 也没想好 也比较迷茫 有点骑虎难下 就是关门嘛 关了也不知道 接了下来要干啥 但是不关嘛 每天耗在那儿 也没有啥意思 我就想到现在 就是百叶凋零嘛 各行各也都不好干 已经很多人坚持不住 走就已经关门大吉了 那他可能还处于这种的 就是不敢随便关门的 这样一个 艰难维持的 这样一个尴尬境地 但是以我个人的性格的话 我可能 我不会让我自己持续太久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当断不断避暑其乱 我是属于性格上比较果敢 哪怕我现在相关了 我啥也不干 我去学习 我让自己玩 我让自己想好了 然后再去重新 另起炉灶 重新干一个事呢 到底这个房地产行业 还有没有可能 重新卷土重来 然后春风吹又起呢 我认为是一点 这种可能性也没有了 我觉得还在从事 这样一些 房地产相关行业的一些 老铁们 真的应该去清醒一下 我先给大家说几点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有一句词 叫实运不济吧 第一个理由 实运不济 可以理解成就是说 它的大使所趋的这个市 已经不在了 多少懂点注意的都明白 这叫三元九运吧 那么在2004年到2023年 这20年期间呢 正好是更土运吧 它就是房地产大兴的 一个时候呀 但是现在2023年的 最后一年了 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 九运离火运的起始了 有很多的这种慢慢的 包括生活的一些气息啊 包括一些很大的变化 已经慢慢开始了 我们每一个人 你再厉害 你再牛逼 你也挡不住时代的变迁呀 所以说呢 不要跟实运去做抗争 这个运呀 可能你会说 那毕竟是历史是有轮回的呀 有重演的呀 那我只能说 可能是 你看实运嘛 就是三元九运嘛 那20年一个运 对不对 那三元 就是一个运 就是三个运 然后组成的 那三元九运 那六十年 或者说呢 一百八十年 它有一个更迭 那我们反正是这一代 有生之年 咱是赶不上了 所以说你连想 也别想了哈 那第二个原因 我就觉得哈 就是现在啊 大家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可能有些人觉得哈 那还有很多人 关注这个事情 但是呢 你发现有没有 就是很多讲 房地产的一些自媒体人 他们讲 全部都是讲什么呀 告诉大家 不要买房子了 因为只有讲 大家不要买房子了 先沉住气 才能有流量 所以说呢 现在大部分 即便是买房子 也都是想捡漏的 如果所有的人 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 观望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上 都想捡漏 那这个房子 它确实是卖不动啊 很多人 负债缠身的债务人 它是身有体会的 把房子挂出去 一年啊两年啊 都根本卖不了 是处于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大家要冷静一点哈 你不要陪着大家 再去演戏下去了 对我们来说 最多就长点粉丝的流量 它没有办法实际变现呀 所以说呢 从这样的一个局面来看哈 也是不可能的了哈 就是现在这个 你说国家在救世 这个政策调控也好 就是打不起什么水花来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呢 从根本上来说 它已经没有重新再去 起死回生的 这样一个可能性了哈 再一个就是 现在经营形势非常萧条 罗百姓手里根本没有钱了 它为啥观望呀 它要是如果 但凡是有钱 它又很想住进去 它如果刚需的话 我估计它早又买了 你可以理解成 真正有钱的手里好几套 它现在愁着卖 卖不了 但是呢 真的没有钱呢 它确实是你就是 捡漏免费送 让它光交房贷 它也买不起啊 那再第三个这个原因呢 就是我觉得 现在跟人口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我们就讲一个基本逻辑 可能今年很多人 关注财经自媒体的人都知道 我们中国现在 就是那个建筑局嘛 好像是出了一个 相关的一个数据 我们就到截止目前为止哈 我们现在存量的 这样的一个建筑房屋 是有6亿栋啊 我们中国只有14亿人口 当然我看了 他说的比较明白 90%大部分都是农村的自检房 但是足以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他不缺住房 可能就是大部分年轻人 都挤进城市里边 仍然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是说在城市里边 是属于租房住 没有钱买房 但是你指望这些人 给你销化新的库存量 或者说再去盖一批新楼吗 他们没有钱 你拿啥开发呀 你开发出来 他拿啥钱买呀 所以根本就是一个 像目前来说 存量的这些房屋 或者已经盖起来的这些房屋 要么卖不动 要么就是有很多 有钱人买了房子 它全部是属于闲置阶段 它就是属于 虽然听上去不熟 或者说呢 也好像是说 这个供与求的关系 它不对等 但是实际真实情况 就是什么呀 就是分配严重不公 严重不平均的 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你指望这些人 修化 或者说重新再开发 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一个第四个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 现在我们的人口锐减 相当厉害 我那天听了一个专门讲 人口战略的一个老师 他出的一本书 就是凡能老师 跟讲书的时候 讲的这个事嘛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啊 你看两口子 两个人 愿意只生一个孩子 甚至现在年轻人 都不愿意生孩子 也就是未来我们的人口 很有可能 一到二十年期间 它的这个减少的速度 是以倍数的 这样一个速度 在减少的 现在是十字野 可能十年到二十年以后 有可能七亿 再接下来再过十年 然后有可能就是 直接三个野 也是这样的一个锐减速度 是相当可怕的 我们不能细想 一细想 我们都觉得 这是地球快玩盘吧 因为我们都不敢想象 一旦出现这么严重的人口锐减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但是的确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现在很显然 已经处在一个老龄化时代 剩下都是我们中 中间这一部分 80后的一代了 我们又没有什么生产力了 就是说再造人的能力 已经没有了 年轻人00后的这些孩子 他们更连谈恋爱 都没有动力了 你想想 人口锐减 是一个可能很难逆转的 一个局面 所以你指望未来 十年二十年 有多少接盘侠 再去给你盖房子吗 不可能了 我觉得 所以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就不要再想 房地产是不是还有 重新捐土重来 再活起来的战一天了 提前给自己 该做规划 还是要去做一些规划吧